看这样才有更进来一些超能力 台股在震荡中屡创新高 那么在这当中 其实我们就观察到一个现象 那么就是台股ETF受益人 以惊人速度持续成长当中 好我们来看这张表 是根据台股ETF 极保护股权分散的最新统计显示 好到了去年底呢 其实是607万人 到了今年5月 已经达到了830万人 今年以来已经增加了223万人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等于台湾2300万的人口当中 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 投资台股的ETF 那么投资21党的高息ETF 其实占比超过了73% 投资人最爱投资的 前五大ETF有哪些呢 好你看看这个画面 清一色都是高息的ETF 其中两党更是增加千亿元以上 分别是新上市的00940 还有00919 那00919它增加了34万人 我们就帮你精算一下 今年以来的韩息报酬 是来到了14.89% 那么第二名是新上市的00940 受益的人超过了28万人 但是股价的表现呢 它先是扑发 那么今年的韩息报酬是负的 另外00929超过了19万人 那么008780056 位居第四第五名 那么为什么投资人都很喜欢 高息的ETF呢 好市场的法人就分析了 高息的ETF因为吸收支撑 买气相对比较强 那么支撑整体的人气 另外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 还有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 那么就是00940 它已经换股完成了 它则这个成分股调整 总共是21进21出 那么这一次新增的成分股 有哪些呢 包含像是三洋工业 华硕 长宏行 国产 贯德 华购 金融股我们看到的是 金城银 玉山金 永丰金 第一金等等 另外呢它还增加了 这个玉金光 天玉 以及长宏 台表科等等 我们调出资料 投资近期对于00940的 成分股变动 买超前五大分别是哪些呢 包含像是玉山金 永丰金 长榮行 第一金 华硕 都是近期盘面人气的指标 那么这期间的买超连续超过了 5000张以上 那删除了成分股又有哪些呢 包含像是统一啦 中炭啦 光阳科啦 光宝科啊 加斯达啦 还有汉唐 可成 南茂 宝城巨大 等21档股票 好 你不要小看这样哦 其实这也牵弄着资金 大约是千亿的规模 那么随着高期ETF换股 密集潮登场 01940率先公布了换股名单之后 之后还有多档的高期ETF 要接力换股 那么后续投信的买超力道 也值得我们关注 那520之后台股有哪些类股值得关注呢 我们就请来分析师切晨彦 替我们解析 请说 520之前哦 大家特别关注 当然包含军工啦 或者是像政策类的重电啊等等哦 不过520之后啊 我们可以特别去着重在 五大信赖产业 包含了半导体 AI 军工 还有这个安控 以及次世代的通讯哦 那当然520之后大家也关注到军演的问题 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啊 军演的这个影响往往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修正 最终还是要回到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那因为今年整体来看 就GDP的成长 还有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来讲 都是比较正向的 那参考2016跟2020 520之后 台股的表现 在基本面的加持之下 其实都有不错的一个涨幅 那所以今年的 这一个520之后 我们当然也会以 这个基本面为考虑 主要的一个重点 所以整个产业的一个观察上 除了Computers所带动的 AI产业 像AIPC AI伺服器等等 还有包括政策概念的一个重心 以能源来讲 包含了风力或是太阳能等等 也是大家未来在选顾上 可以关注的一个焦点